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看到的是来自英国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二责备汇丰银行支持中国结束香港自治的举动 他表示这样的一种企业叩头的行为从北京得到的回报其实很少 蓬佩奥表示 据他看到的报道北京威胁惠丰银行 其实美国随时准备帮助英国提供替代方案 除非他允许中国的华为技术公司建设5G网络 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 反对中共威逼利诱的手段 这是他对中国执政党的最新抨击 蓬佩奥表示 中共对汇丰银行的威逼利诱应该成为一个警示 并特别提到该行的亚太区行政总裁签了一份请愿书 支持北京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立法的计划 他表示这种表态似乎是让汇丰银行在北京那里得到了一点小恩小惠 北京继续将该行在中国的业务作为对抗伦敦的政治筹码 自今年年初以来美中关系因为病毒大流行 还有香港问题迅速恶化 华盛顿认为华为是中国政府的延伸 并敦促欧中盟友将其排除在移动网络之外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长篇报道 去年九月在逃的马来西亚金融家刘特佐前往科菲特 躲过了国际逮捕通知 以及美国和马来西亚当局对他的追捕 而他被指控在数十亿美元的欺诈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华尔街日报审查的文件和熟悉他与科威特关系的人士的说法 尽管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知 但是刘特佐先生还是进入了科威特 科威特的关系为刘特佐先生提供了抵御美国和马来西亚调查人员的手段 这些调查人员指控他策划了对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 emdb的掠夺 而刘特佐先生否认有不法行为 二零一六年初 刘特佐先生曾经向石油资源丰富的酋长国王室求助 而当时美国当局开始逼近并且揭开他一个交易商的生活 他资助了华尔街之狼的电影 并且吸引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还有其他明星参加他的奢侈派对 有一位在场的法国商人表示 在二零一六年初访问科威特时 他找到了首相的儿子萨巴赫 并提出利用他在中国的人脉关系 把投资引向科威特 我在马来西亚赚了几十个亿 我会在中国最低赚几千个亿 这一位商人叫做基万当时是酋长的商业伙伴 他这样回忆表示 而刘特佐在二零一六年初的总理举办的晚宴上 就是这样表态的 科威特的关系给刘特佐带来了新的保护者 新的商业交易 还有新的资金转移渠道 根据熟悉交易的人士 还有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文件显示 那里的银行处理了刘特佐先生活动有关的数亿美元 包括向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支付数百万美元 以支付他越来越多的法律费用 马来西亚的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追踪了一条从中国到科威特的银行资金线索 然后再到了一个部分由刘特佐先生控制的开曼群岛尸体 该尸体随后为刘特佐控制的马来西亚资产支付了近十亿美元 以支付一些emdb的债务 调查人员表示这些交易是以人民币进行的 以逃避美国的注意 刘特佐先生的代表拒绝发表评论 而萨巴赫的发言人则说他坚决否认任何不法行为 关于刘特佐还有萨巴赫的指控是虚假的 源于基万先生及其同伙 他们已经因为伪造欺诈刑事失信 还有其他针对萨巴赫的犯罪行为被起诉和定罪 而基万先生表示他之所以成为萨巴赫的报复目标 他拥有基万先生在科威特出版和媒体公司的股份 因为他拒绝了刘特佐先生在公司不同账户之间转移资金的要求 根据基万先生还有华尔街日报查看的文件 刘特佐最终用这样的一家公司转移了十四亿元人民币 基万先生后来逃离了科威特 朵菜一辆带他去到伊拉克的卡车里 他表示他被科威特的特务机关拘留 并且遭到殴打和其他的虐待 目前在法国的基万先生在科威特被缺席判有伪造篡改文件罪 他本人否定这些指控 他的姐夫和兄弟因为帮助基万先生逃亡 而分别被定有伪造文件 还有偷运人口罪 目前被关押在科威特 科威特政府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马来西亚政府也没有回应 而司法部拒绝就刘特佐先生在科威特的活动发表评论 马来西亚调查人员表示 刘特佐先生大部分在中国六个月前住在武汉市的一个大院里 他目前的行踪没有办法确定 而中国政府的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司法部指控emdb持有的超过四十五亿美元的股份 消失在了刘特佐先生策划的复杂金融结构中 而他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他的赞助人 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的下台 他正在接受跟emdb有关的洗钱还有滥用权力指控的审判 而纳吉先生至今否认这些指控 此后司法部在民事没收协议中剥夺了刘特佐先生的游艇 纽约的酒店股份还有七亿美元的其他资产 刘特佐先生在协议中称称没有任何不法行为 他现在在美国面临两项刑事起诉 当刘特佐先生在二零一六年初开始向科威特示好的时候 纳吉先生迫切需要拿出emdb借来 但是没有办法偿还的数十亿美元 据称其中大部分被刘特佐先生还有共谋者贪污 他和刘特佐先生转向了北京 呼吁中国政府实施一项高度优先计划的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建设亚洲非洲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 根据华尔街日报查阅的文件显示 马来西亚向中国提供了价格虚高的一百八十亿美元的铁路和管道项目 以产生多余的现金用于其他用途 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承包了这些项目 是一家巨型的国有企业 当时媒体公司的董事长基万表示 在科威特刘特佐先生带来了中国交通部的高管 并承诺进一步实现北京的一带一路愿望 中国通讯没有回应更多的置评请求 而基万先生表示 他和萨巴哈的长期伙伴关系引起了刘特佐先生的注意 基万先生在一九九零年的时候 戴卫他的公司取得了许可证 并说他给了酋长大概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他表示他允许酋长的家人使用他的公司进行个人交易 按照他们的要求 寻求他们追求的项目 有一天晚上九后 刘特佐先生吹嘘他在美国举办的派对 有帕利斯希尔顿还有其他名人的陪伴 根据基万先生表示明星是金钱的奴隶 而我是金钱的主人 刘特佐这样说 基万先生表示 刘特佐给了基万先生一部装载了微信 还有短信应用的手机 他表示在刘特佐先生的敦促下 他还在俄罗斯供应商Yandex开设了一个电子邮件账户 两个人共享账户 通过撰写和删除电子邮件的草稿进行沟通 根据公开文件和公告 二零一六年四月 萨巴赫前往上海参加了阿尔瓦萨特与中国大型国有地产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签署八十亿美元的联合房地产投资基金 根据华尔街日报所看到的一封致绿地董事长的信表示 根据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愿景 实现我们在中国和中东地区互利的长期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步骤 而根据基万先生还有华尔街日报所查阅的文件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的名称中含有这家媒体公司名字的实体 将获得刘特佐先生在纽约酒店两亿美元的股份所有权 然后将其转让给绿地控股还有绿地香港控股 当时刘特佐告诉一位助手 这笔交易将使得他在美国最大的资产免受司法部的控制 而后来与绿地的资金没有进一步的推进 基万先生表示在上海的会谈结束后 刘特佐告诉他中国交通计划将十亿元的钱送给他的媒体公司 作为对刘特佐先生帮助该公司赢得马来西亚合同的付款 而基万先生表示刘特佐告诉他会有一部分分给萨巴赫 根据文件还有基万先生的说法 在二零一六年五月和六月 这一家媒体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向中国通信旗下的香港控股的真龙地产有限公司 开出了价值十四亿元的人民币 基万先生的公司并没有生产或销售该产品 根据华尔街日报查看的发票还有其他文件 刘特佐先生计划将转移的资金部分用于支付法律账单 这些账单超过两千万美元 然后美国司法部在emdb调查中的一项起诉 冻结了刘特佐先生在纽约的股份还有其他的资产 根据美国法院的文件显示 当刘特佐先生试图通过萨巴赫拥有的科摩罗群岛银行 出售诉讼中所针对的一副莫奈的话作时 交易被摩洛哥的一家代理银行阻挠了 萨巴赫和基万先生就司法部的调查与刘先生对峙 而基万表示刘特佐当时告诉他们 中国人已经处理了愚蠢的司法部调查 根据基万先生还有文件显示 二零一六年九月真龙公司向那家媒体公司汇去了十四亿元人民币 到中国国有的中国工商银行科威特分行的一个账户 根据文件和基万先生表示刘特佐先生随后要求基万先生将钱转到另外一个银行账户 他表示基万先生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让美国的调查带来潜在的麻烦 他表示刘特佐告诉他 你正在毁掉我未来五年的生活 你会毁了我未来五年的生活 然后说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为替代方案 刘特佐先生建议将持有资金的子公司的全部所有权转让给酋长 而基万先生表示他同意了 文件显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银行开始汇出资金 一千五百万欧元会给纽约的事务所 四百九十五万美元会给洛杉矶的事务所 七百万美元获给了佛罗里达州的事务所 用于支付刘特佐先生游艇的相关费用 所有这些事务所都没有回答记者的置评 而更多的交易接踵而至 根据马来西亚调查人员表示 二零一七年八月 由刘特佐先生制造部分控制的开曼群岛公司 支付了近十亿美元 购买了马来西亚基隆坡二百三十四英亩的房产 该房产此前属于emdb 之后被马来西亚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接管 而调查人员表示这样一个公司的资金 是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在科威特的银行账户 几万表示在他拒绝转账后的几天 萨巴赫的一位律师还有一名员工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警告他背叛了信任 之后他多次被拘留 并且面临有关文件造假等行为的指控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他出逃了 他曾经两次免遇被引渡到科威特 包括二零二零年二月被西班牙法院进行裁决 裁决表示虽然有证据支持他的伪造指控 但是基万先生在科威特可能会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指出刑事指控是根据萨巴赫的申诉而提出的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国际相关的消息 在六月九日星期二 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就美国希望中国加入核武器协议讨论 做了回应 美国和俄罗斯在二零一零年签署的协议新起点 即将在二零二一年到期 而在美国总统川普退出了系列军事协议之后 这一项协议被广泛认为是最后一个还没有作废的 还能够约束美俄双方的核武器协议 实际上川普已经撤出了核伊朗核协议 中岛条约开放天空条约 有关中岛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 川普指责的是俄罗斯首先违背了条约的规定 因此美国不必再遵守 在接下来的美俄谈判中首当其冲的 就是即将在明年到期的新起点条约 美方在五月表示这样的条约有着很多的弱点 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 美国宣布邀请中国也加入美俄关于这样一场核武器条约的讨论 美国谈判官也强调 川普不想要一个不能够反映新时代特点 不能分开冷战逻辑新篇章的协议 美方指责中国就像俄罗斯一样致力于武器竞赛 希望通过增强核武器的能力来威胁美国盟友 美方谈判官还指出中国在武器周边筑起了秘密的长城 并谴责中方不负责任危险 表示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美国劝说中国加入条约讨论 在六月九日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则回应表示 俄罗斯不期待未来中国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俄罗斯劝不动中国加入讨论 不知道美国是否觉得和俄罗斯讨论这个协议是否有必要 或者说美国觉得中国的参与是不是和俄罗斯谈判的必须前提条件 拉伯科夫还表示 未来一旦达成新版的新起点协议需要扩大谈判 其中也包括美国那些拥有核武器的欧洲盟友 包括法国和英国 而根据美国武器控制协会的数据 截至二零一九年 美国和俄罗斯共同拥有的核弹头超过了六千个 中国则拥有二百九十个 法国拥有三百个 英国只拥有二百个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美国的相关消息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根据几位官员表示 川普总统上周其实已经处于解雇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的边缘 因为他们对国内使用现任军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然后顾问以及来自国会的盟友劝说总统不要这样做 官员们表示在五月二十五日弗洛伊德在明尼埃波利斯被杀后 川普先生与埃斯伯先生出现了分歧 川普对埃斯伯不支持他倾向于使用现任军队来平息华盛顿特区的问题 还有明尼阿波利斯还有其他地方的抗议感到十分的愤怒 根据官员们表示总统当时咨询了几位顾问 询问他们对两人分歧的看法 本来打算当天就罢免埃斯伯先生 而埃斯伯已经是川普总统从二零一七年一月上任以来的第四位国防部长 川普先生在与顾问们会谈之后 顾问们告诫表示不要采取这种行动 于是川普先生就搁置了立即解雇埃斯伯的计划 但与此同时官员们表示 埃斯伯已经意识到川普先生的感受 正在做自己辞职的准备 部分原因是他对于有关军队角色感到沮丧 而一些官员表示 在助手和其他顾问劝说他不要这样做之前 他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辞职信了 在上周三埃斯伯表示 他认为当时在美国街头使用联邦军队是没有必要的 两位官员表示 这番话是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开场白 事前没有经过白宫的审核 而这样的话让那里的官员们感到措手不及 埃斯伯当时表示 在执法中使用现役部队的选择只应作为最后的手段 而且只有在最紧急最严峻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 我们现在不属于这种情况 两个人的分歧反映了总统还有五角大楼在现役部队问题上的分歧程度 军方还有国防领导人坚决反对部署联邦部队来遏制抗议者 认为这从根本上与军事价值观是相违背的 当天解雇五角大楼负责人的决定 也意味着川普先生可能会在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安全危机之一的情况下 导致整个政府的重大动荡 有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那是糟糕的一天 总统几乎对埃斯伯失去了信心 但是最终他决定让他留在原地 目前白宫和五角大楼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肯费